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父母就发现女儿的整个人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 可好景不长 小美的生活还是回到了原点 依然被欺负 依然被闺蜜当成单身狗虐 甚至连爸爸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一套整人手术 原来小美爸爸是个整容医生 她一直想让女儿变得更加完美 这一切的一切都令小美特别沮丧 她重新找了艾兰 告诉艾兰她所有的烦恼 她没人可信 只能相信艾兰 晚上小美来到了学校的溜冰舞会 刚好就遇到了抽抽男友 抽抽男友知道她不懂滑冰 就热心地帮助她 可这一幕却被抽抽看到 小美立马兴虚脚转摔倒 同学趁机侮辱了小美 让她成为了整场舞会的笑话 而这期间抽抽不断不帮她解围 还阻止男友上前帮忙 经历这一切后 小美终于同意跟艾兰互换 让她出来帮自己报仇 于是艾兰以小美的身份出现在学校 她首先就是报复了欺负自己的同学 打断了她的腿 然后她来到了爸爸的诊所 发现她有红外情 就在背地里使坏 让小美妈妈发现丈夫对自己的背叛 并崩溃了 而她也假装跟抽抽重新和好 并请教她重新教自己滑冰 两人来到偏僻的溜冰场后 抽抽发现小美居然会滑冰 原来艾兰早就在苦练滑冰 这次她就是想要借机 报复这个塑料闺蜜 最终她成功导致抽抽摔成重伤 并且不致身亡 事后对于抽抽的死亡 艾兰则谎称是个医官 大家也没有怀疑 而艾兰在外面所做的一切 小美都知道 她没想到艾兰如此心狠熟辣 但她无力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 但是艾兰更是借着抽抽的死 开始勾打并成功征服了抽抽男友 这天警察忽然找到学校 要调查抽抽的死 小美知道后拒绝配合 抽抽男友开始怀疑抽抽的死因 是否跟艾兰有关 最终气急败坏的艾兰 把男友一杀了 然后艾兰再次找到了小美爸爸 原来当年小美妈生下的是 一对双胞胎姐妹 一个是小美 另一个就是艾兰 小美爸爸发现艾兰是个气性儿 出于对完美的追求 她既不顾女主妈的反对 狠心杀死了艾兰 所以艾兰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想要回来 报复这个心肠冰冷 毫无人情的父亲 而在艾兰杀死亲生父亲之后 她发现自己再也看不到 那个懦弱善良的女主了 我是蚂蚁 喜欢我的电影 请点赞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